最后镜头转回国内 后天就是国庆日了 反核团体打算当天要高唱战歌 挂起反核旗帜 并且举行为期84天的 废核四环岛行叫活动 还要到总统府附近呛瞎 要求骂总统下台 高声唱出反核新声 反核团体将在双十节国庆日当天 在立法院挂上反核旗帜 并在共疗区发动废核四环岛行脚活动 在84天内绕行全台319个乡镇 9点19分我们会把反核旗 把他升起 我们的诉求是把反核公民升起来 永和总统滚下台 这次的反核行动 希望让总统马英九 再次听见人民反核的新声 也借由行脚活动 唤起中南部民众对核四议题的关注 有国就没有核 有核就没有核 他造成的事不是一时的 也不是一世 他是世世代代的 日前国民党立委李沁华撤回核四公投案 但国民党党团大会中决定核四公投不撤案 搁置在立法院 反核团体指责行政院立法院以及马总统无视反核的名义 将继续要求马总统下台负责 UDMTV有唱话周思瑜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四公投